今天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們養殖漁業的 對野生的有沒有機會 就是說我們多吃一些養殖漁業 少吃野生 會不會是一個救贖的 另外一個機會 對 完全正確 不過這都是相對 為什麼 因為同樣的像烏魚 也有養殖有野生 我請問你要吃什麼 當然是養的 因為它野生是下來殘暖的 你把它抓掉了野生族群就少了 對不對 你既然可以養 沒有完全養殖 連烏魚子都會養出來 你就不要去買野生的烏魚子 可是你到魚子上看人家畫的 就說我賣的是野生的烏魚子 這就是我們心態的問題 好 但是 再問各位 養的烏魚或者是烏魚 跟養的食斑你要吃什麼 都是養殖的 這些不同種類你要吃什麼 食斑 你可去選擇吃那些烏魚子 為什麼 因為他們吃藻類吃雜食的 而食斑是拿小魚去做養殖 要吃那個食食性的 你不要吃肉食性的 對對對 完全答對 所以這個都是相對的 可是同樣是野生食斑 養殖食食斑 你當然要選養殖 可是養殖讓你還有選擇的時候 我就要去 不要吃食斑 這個回答你的問題 好嗎 這個裡面應該都有 第二個問題 請 請下一個張老師 剛剛影片裡面有放出來 台灣的漁船 對 有接受綠色的組織 上漁船去 那麼那個人抓的是鯊魚 但是他把魚鳥跟魚身分開來了 是 但依照它 影片上所表現出來的 好像鯊魚的身體 你的數量 應該沒有割下來的 與其等 等頻 你講的沒錯 沒有等頻 那這個樣子的話 是不是應該規定說 是 基本上你權宜上岸 不要用進階的 不要用綁的 對 基本上你沒有權宜上岸的 那些通通沒收 沒錯 應該是不是這樣比較好一點 那麼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個講鯊魚的捕獲量 我們是以它的重量 作為捕獲的標準 比如說一大五隻 對 那麼這樣的話 大小通吃是不是好 有沒有說像我們現在那個 那個海洋漁業法裡面 會唐蟹的話 寬的 那個我們是 比如說幾公分 八公分 這樣的的是像 蓄蟹是六公分 那四三六公分 八公分之下也是很小 真的講很小 那麼魚的話 有沒有說規定是說 應該說多長 哪一個魚是多大 那麼才是 等於是成熟的魚 就像剛剛老師說講的 走路很小就成熟的 越來的品質越壞 越來品質越壞 所以在這個漁業政策上 對這方面 有沒有去琢磨 有沒有去琢磨 有沒有這方面的考量 接受限制跟管理 謝謝 先回答兩個問題 還蠻多問題在裡面 不過第一個問題 就是講到那個 他抓鯊魚 他接受他的登船 是因為他自己覺得 他沒有違法 但是事實上 就像你剛剛講的 如果說他割下的鯉 跟鯊魚的身體 不成比例 其實他還是有割齊的行為 但是一邊沒有特別去琢磨到 也許我們講他也只是派一個 沒有派到全部 但對台灣來講 他們其實魚都帶來 都是ok的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還吃鯊魚 所以就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正式的法定 的確都要放在上面才能進來 但是它中間有一兩年的是 緩衝期 就照你講的 有比例 但是從去年開始 已經開始全部都規定要放 最近才開始規定 以前有一段不是空窗期 而是緩衝期 我先去打 那不行 他一定他在上面 你可以這樣要求是最好 但是他通常 現在很多魚當然也是在船上面割 不是到岸上來才割的 但是事實上很多艘還是割 割了以後還是要到底 把繩子綁在上面 那上來割跟在那裡割有什麼 他們有時候 可能他那個 對 他們收藏 或者是他們 他們可能有些對比重 會有些不同的差異 他們把在魚身上 比較知道是哪一種類 不過你後面問的那個問題 就是魚肉體長大小的管制 這是在現餘的一種措施裡面 因為現餘有很多種方法 他們只準規定你抓多少量 或者什麼季節山抓 什麼都有規定 體長大小是一般的 但是魚的種類才多了 它並沒有每一種魚 都給人家管 少數即中有了 那鮪魚基本上是沒有的 以前你都知道 只要夠大你一定可以抓 但是我剛剛講的正好相反 是告訴各位 大魚有它活下來的理由 是反過來的 所以以前的管理真正 我認為是對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 如果說鮪魚小到多小一下 不准抓 這其實也是好的 但是很怕就是 它抓上來之後就死掉了 那時候再給它入手 反而就是還是另外一種貌費 就像現在懸疑那種螃蟹的管理 螃蟹的管理 抱短的開放螃蟹不能抓 因為嫌麻煩 通通丟在海裡 它也其實是死掉了 或者丟在岸上 不敢打開 賣啊 錯吧 所以這管理上要怎麼樣去 真正能夠落實 這是另外一套管理的學問 好 謝謝你的問題 好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不能再做Q&A 不過我有兩個活動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剛剛老師 又特別在PPT當中 提到的環保的那個紀錄片 那正好我們今年正好 有跟那個海洋教育推廣協會 來做這件事情 是在5月23日 我們有推一個 台北自然生態保育活動 那一天的下午 我們就會在士林官邸的 那個園藝教室 我們會請那個海洋環境 推廣教育協會的人 來做那樣的分享 也會放那個影片 那一樣會有應後座談 那到時候就歡迎在座來參加 那第二個訊息是 我們這個禮拜六 會在那個華山文創園區 中午過龍市 我們會有一場講座 是柯經緣柯導演的 是講台灣地下水之旅 那這是因為 因應我們在華山文創園區 我們有做一個訴說水的故事展 那這個如果各位在座有空 然後關心台灣的缺水的議題的話 歡迎各位去觀賞那個展覽 那也順便可以參加我們那場講座 那那場講座是以線上報名的方式 跟這個講座一樣也是線上報名的方式 那今天我看座老師剩下十個名額 那線上報名可以多一個就是有一個辦手禮 那沒有線上報名也沒有關係 當天來現場 我們一樣會開放讓各位入場 那以上就是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現在拜託大家 讓我們熱烈的掌聲謝謝我們上管當上 非常地欣賞 你們有非常多新的機器 然後新的觀念帶給大家 那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的歷齡 謝謝 那不要忘記唱會嗎 各位紀念 謝謝大家 謝謝